欢迎收看本周90秒洞察全世界 我是摩根资产管理产品经理陈若梅 近期市场关注焦点为 解读欧央会议加码欧股时机到 欧洲央行6月份会议 结果一如市场预期 维持利率与购债规模不变 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图 现行宽松政策 将使欧元对美元维持弱势 有利出口企业获利表现 我们再来看第二张图 宽松政策强力支撑股市及景气 有利基本面持续向上 目前刺激经济措施已见成效 带动欧元区今年第一季 GDP年增率1.5% 经济规模回升到金融海啸前水准 失业率也下滑到新低10.2% 另外第三张图显示 由于欧元区利率极低 有利于驱使资金自欧洲债市流向股市 再加上现阶段欧股本益比仍位于相对偏低水准 有助于带动欧股后续创造领先表现 总结本周重点 欧央续推宽松政策 有利欧股后市 然而市场波动风险仍在 建议投资人透过提供股息收入的欧洲高股息股票 以稳健的方式掌握欧股机会 以上是本周90秒 洞察全世界 谢谢各位收看